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正当国家有这一位贤民之主 百姓乐太平之治的时候 王宫里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国王陛下悄悄地出走了 因为安世高深感 投身帝王之家 如礼薄冰 如礼深渊 那因为安世高 他有大愿 就是出家前为安息国的王子一生伯父传奇 所以在东汉环帝时来到中国 在洛阳从事易经 为汉义佛经的先驱者 高森的安世高大师的大恨 后来出家博小金杖 尤金阿比谈学与禅官 对七要五行 一方一束乃至鸟兽之身 五步通达 深感 世事苦空无常 而舍弃江山 出家修行 离宫之前 他想到最多是如何离开王宫 而没有想过离开了 皇宫以后要去哪里 那因为这个离开王宫到出家的过程 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交道 因为安世高离开了王宫 到一座山峰之下 安世高向往大自然 热爱山水 在有山有水 无人无烟之处 过他的寂静生活 安世高在离宫之前曾想过 王位由谁来继任 当然是王叔 王叔仍爱忠心 教化于名 国有人君 当百姓之幸 而且巴克路斯 虽然正而不足 邪切有余 但他是一元称职的将帅 由他辅佐王叔 想必不成问题 所以他离开了王宫 他就以为一切就能够如他所愿 所以他看到了大山 甚为欢喜 登山以后呢 他就心里想 在山上住日子 就这么两手空空 风文文处地上山了 岂不要饿死山中 胜不存 何以言法 所以他又另寻他处 那当他离开以后 有一群鸟儿飞过来 围着他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休 常人界呢 无非是一群鸟儿 在欢乐的鸣叫罢了 而安世高 是懂鸟语的 他听到鸟儿们在说 陛下 请不要回头 安世高知道鸟儿是 非常有灵性的生命 他们的灵性 有些人是所不能及的 他听鸟儿叫他 莫回首 他就生性不移地 朝山里面走去 那留给鸟儿们呢 是一串生生的谢意 他觉悟 行至路径处 就是呢 在那个巨破的山上啊 写着一个歪歪扭捏的 几个大字 就此处无路 想必是 侨夫劳动之余的杰作 就像我们现今的人 旅游会写 到此一游 一般人呢 可能就回头走了 那安世高呢 他就心中呢 不觉意想着十方诸佛 他觉悟出 此处无路 处处路 处处路处 无此路 于是呢 就在巨破之下 盘腿静坐 仿佛山上的一棵树 一枝草 融入了大自然当中 天旷地态 人清明 那安世高呢 就一直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沐浴在这个春阳之中 就后来呢 在巨破之内 就传来了 宋今生 就从巨破下 有一个石门洞里 走出一个 白须长眉手持 浮沉的老者来 安世高 静坐出定以后 睁眼一看 竟然是老师 必录之 连忙起身 他马上跪拜 跟老师说 老师想不到弟子今生 还能再见到您 老师请受弟子一拜 毕如兹 这位老师就说 陛下请起 不要折杀了老生 安世高觉得在这 遇见老师实在是太离奇了 要不是鸟儿的指点 他早已经到别处了 自从毕如兹 离开王宫后 一直没有回到木路 他就在太西的 封王城的一个小巷住着 安世高的一切 他都了如指掌 那一天 安世高就在茶窗里 看到的背影 就是看到了毕如兹 毕如兹是一直在那里 期待有一天会再 跟安世高见面 因为毕如兹 知道与安世高的缘分未尽 无论是成员还是法员 然后安世高就告诉毕如兹 老师 我以浪国与王叔 从今天起 跟随老师盲学足掌 云游三水如何 那毕如兹就说 王公美人 富贵荣华 人皆求之不得 你岂可一抛了之 依我看 还是回去当国王吧 盲学足掌 云游三水 说说容易 行却难 以你天子之尊 只能跟老生去吃这种苦头 安世高听了就忙说 老师 富贵福云美人枯骨 王公瓦力 荣华细尘 我岂能贪一食之乐 而忘却生食大事 那毕如兹听了就心生欢喜 陛下食乃大根气 媳夫成员未了 劫难未了 不如站住老生这里 进度一些日子 再做打算 毕如兹从一个食凤夹中 取出了几本书 交给安世高 其中有安盘手艺经 因慈入经 十二门经等 这些书都是属于 小圣佛教经典 重点都是放在禅述之学上 这些食夹中 大多数都是经典 属于在禅修的部分 安世高就恭敬地 借过书一番书名 原来是曾经接触过 只是没有专研 现在老师慎重其事交给他 想必有其用处 果然毕如兹就说 言必行 行必果 就把安世高就留在 这个小食屋里面 不出几个月 安世高就掌握了 禅述的全部奥义 从理论到实践都精通了 阐述的具体的方法就是 安盘手艺 出入席面 安盘手艺从表面上看是用 灵神灭心 技术呼吸的鼠席之法 令浮躁不安 思虑过多 执行得以平静 并用某种意念导引之法 使修行者产生某种心理的现象 从心绪临近 心生于世 直到某些幻觉 幻象出现 这个过程运用佛教的特定思维方法 来作为控制意念的保证 以达到严格的手艺 这种控制自己 思绪感情过程的意志力量 唯有通过禅定才能获得 一旦获得 就容易改造人的内心 甚至于改变人的精神状态 进入宗教的神秘境界 最后达到神通的境地 我们现在来看安世高的生平 安世高大师是生于公元约二世纪 安息国人 明清自世高 安息国就是现在的伊朗 安息国的王子安世高年幼时 即以孝行文明全国 秉信聪明仁慈 又勤奋好学精通各国的典籍 对于天文 地理 医药 艺术 无不通达 甚至鸟语 因为博学多文信仰佛教 安息国王逝世后 安世高深深的思维 苦空无常的道理 更厌恶深深的细服 以及世界国土的围脆 对于荣华富贵都视之为笔袭 因为国王过世以后 服孝之后 他也就浪位给王淑淑父 专心自治在出家的修道 后面他会跟着 就会有他的出家的过程 所以我们继续来了解 就是因为老师的指导 安世高在毕露兹的时事之中 安世高天天研习经文 进行安班手艺 毕露兹不时的指点 进展神术 竟有了一些神通 安世高人 孜孜不倦地向毕露兹打听中途的情况 尽管很多事情听了多遍 人不厌其烦 对中途一往情深 毕露兹说 百文不如一见 然后安世高就告诉老师说 那我们就马上去中途吧 毕露兹就大笑 凡事讲究一个原字 因缘未成熟 岂可清缘去向 况且未是百灵的老生 中途离此万里滔滔 摇摇路遥 观山险恶 岂能说去就去 再说我的法源只在此地 不在中途 然后安世高就问老师 请您看看我的法源在哪里 毕露兹就拿着浮尘清阳 就说陛下的机缘未到 怎能研法安世高 就恳求道 请老师为我指引 弟子愿找入佛门 找得法相 毕露兹又回答 老生说过陛下的成缘未断 劫难未了 法源再好亦是枉然 还望陛下静候为好 无缘求知皆不遇 有缘不求智慧来 宽心宽心 有一天晚上 毕露兹与安世高 坐在山顶观看天象 遥远的看到一颗大星 依附于北斗旁 那时候天色昏昏 遥遥遇坠 就突然这颗星 就啪地散了一下 光芒有菱角 至东向西 坠于王宫之内 复生复成 如此有三次 便一几涌灭 安世高就开始感到 胸口发闷 气息出现 他就以手勿胸 难受地对毕露兹说 老师 此心的罪落 无心难受 不知何故 毕露兹就双手合掌 唯避双目 陛下的成缘未断 如此难受 是自然中是 陛下你的母后 刚才往生了 因为安世高呢 都跟着老师在山上 看起来是放下 整个俗世 事实上呢 他时常想起母后 并怀内疚之心 这是他心中 唯一的牵挂 如今母后 追随父王而去 虽不像一般人 那样的悲痛欲绝 对于生死 他是了然于凶 然而此刻 还是难遇 内心的伤痛 因为上世俗世中人 必得尽俗世之力 他决定去赴 母后的殡杖大礼 第二天一大早 安世高就冲冲下山 清晨三色 他们无心赏景 祈求母后能往生佛国 解脱生死 然后安世高呢 就在路上遇到一位老人 这老人呢 非常的伤心 然后安世高就问说 你为什么要伤心呢 你慢慢说吧 老人就讲 我们刚才在济世的人 不是我们家的什么人 是当今的太后 太后先世是自然规律 你们何苦如此悲痛呢 老人说 怎能不悲痛 太后是给 巴可路斯害死的 因为安世高走到 有一个村庄 村头的一妇人家 一家人都嚎啕大哭 爱情惨怯 无不大悲大痛 就是因为呢 太后已经先世了 那也因为是安世高离宫之后呢 王师王叔继承了王位 因为王叔情政爱民 洁身自重 也获得了朝野的好评 但是奇怪 一向健康无病的王叔 既在他当了国王的第八十一天 无缘无故的死去 王叔在任期间 除了巴可路斯请他 去喝了一次酒之外 别无他去 所以朝廷上架都怀疑 是王叔的死 与巴可路斯有关 王叔死后 议会就重新推立新亡 于是呢 就跳中了安世高的 同父异母的一个弟弟 那太后呢 自爱子安世高走后 也是日夜的伤心 哀愈成结 所以眼见巴可路斯 昏庸无道嘛 因为后来巴可路斯登位了 举国上下 民不聊生 怨生再到 流离失所 亡命他乡 那因为太后呢 一向爱民若子啊 冒死上奏 请求巴可路斯以民为重 赎料巴可路斯 以叛逆罪 将他打入死牢 太后病若之躯 整地铁窗风寒 没几天就驱死在 死牢之中 所以老人呢 就说到这里又流泪了 所以他们只好在家里面 门前祭典 以敬哀思之情 因为呢 以太后之尊 应该是用国礼后葬 可是巴可路斯 丧尽天良 在太后死的当天 就吵吵的将他 下葬了事 所以就把他安放 墓地在 施丰山下 百姓们去祭典都不准许 违抗者一路 一律的处使 安斯高来到了母后的墓前 跪下去 忍不住流泪了 父王驾崩时 他没有哭 生死 劳病死乃人之常情 其悲固存 尚可克制 所以他就静坐在 母后墓前 默念佛陀 祈求父王 往生佛国 洗大一杯 而今母后 为名请命 惨遭陷害 为名太悲痛了 人生当苦难 生死四大 安斯高 寒悲忍痛 盘腿坐在母后的墓前 想借由 残坐 平和内心的 哀痛 渐渐的 他脸上也平静了 祥和了 一膝见到父王 在招引着母后 母后向他挥挥手 五彩祥云 围绕着父王和母后 佛国的音乐 虽然响起 好像在迎接他们 因为后来 安斯高 他已经有一些神通 所以他可以观想 他的父王跟母后 也因为安斯高 回到了安息国 巴可路斯 见安斯高进来了 见了他 并不下跪 也不称他为陛下 巴可路斯 就认为 安斯高分明不把他 放在眼里 就怒气上涌 就探听安斯高 回来的真正意图 巴可路斯就 不疾不许说 你不是去当和尚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是不是当和尚太苦了 又想回来当国王 安斯高就冷冷地 缓缓地说 王叔 我并没有去当和尚 也不想再当国王 可是巴可路斯 就认为 安斯高回来 是有目的的 巴可路斯就叫人说 把他押入死牢 所以安斯高 也被关到了死牢 然后在死牢 因冷潮湿 散发着难稳的 霉味和臭气 安斯高移入了死牢 就像进了花眼 因为他一进去 就开始调息禅坐 一进入禅定的境界 死牢和乐园 没有什么两样 有一天晚上 他依然在 圣生禅定中 有一个狱卒 就到他的耳边说 陛下 巴可路斯 明天凌晨将要杀你了 你可要想个办法 逃出去 这个声音在入定的 安斯高听来 是多么的遥远 可是清晰的灌进 安斯高的耳朵 待他出定的时候 眼前是死了一哥 那禅定中的美妙境界 也消失了 巴可路斯明天凌晨 就要杀了 杀他了 他想人活着 终有一死 不如 不足聚 不足席 只是他 大怨未遂 法事未入 遭到的死 也实在可惜 巴可路斯是个 杀人不扎眼的魔王 谁不服他就杀谁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在重重的铁锁 如何脱身而去 每道的铁门 都有巴可路斯的心腹把手 失望绝望 就一起涌上心头 人生短短几个春秋 安斯高不想被 巴可路斯结束在死牢里 他就闭着眼 靠在这个潮湿的墙上 无奈地等待天明 就这时候 死牢内响起了脚步声 安斯高睁眼一看 老师 怎么是你 毕露兹呢 浮沉青羊 就双手合十 为师得知巴可路斯 将你名城杀害于你 特地赶来救你 然后安斯高就问 老师 死牢重重铁锁 如何走得进来 毕露兹就轻描淡写地说 心中无锁 就进来了 这世上之锁 锁得住铁门 锁不住心 安斯高查看了 死牢外面的重镜 只见牢笼的铁条 有几根弯曲 玉竹们一个一个熟睡了 他就说 老师回去吧 免得他们醒来撞见 那会连累你啊 毕露兹就轻轻地笑了一下 我来了又一个人回去 岂不须须此行 跟我走吧 安斯高就后退一步 老师这怎么行呢 你能穿墙过壁 我是寸步难行 请你快走吧 毕露兹疑惑到 怎么不行 你的神通呢 安斯高一拍脑袋 如梦方行 毕露兹和安斯高就运用神通 攜手迎着重重铁门 如入无人之地 那因为四位们已经昏睡 即便醒了 也根本不会知道 安斯高是如何从死牢里出去的 然后毕露兹就带着 安斯高前往墓露 这个是安息国最大的佛教中心 就是毕露兹的故地 墓露城最大的寺院大法寺 是在城区的东面 寺院周围树木高大 灌溉若聚散 然后早起的沙咪在寺门外扫地 当一看到毕露兹 沙咪就大声喊叫 师父真的是你 毕露兹就点头 然后沙咪就说师父回来了 净空师父回来了 讲到这里 原来毕露兹是为了要度化安斯高 他以经商的商人到安息国 其实他是一个大法师的住持 是净空法师 安斯高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 嫩住了 一时间无法将老师 与净空法师联系在一起 安斯高以不洁的眼光 看着毕露兹 毕露兹就说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我真实的身份 我是大法师的住持 净空 毕露兹是我熟时 熟家时的名字 年轻时我经商过 数次到达中土 那时上市在家居士 三十五岁 后来出家聚戒 至今已经有六十多年了 然后安斯高就对师父说 从我决心 现身佛祖那一天起 我就不享福了 你不是对我说过吗 中土的孟子说过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正义其所不能 请师父早日为我剃度 让我早入佛门 早正正果吧 静空法师洗行余色 就为他准备剃度 所以僧人就准备好了 斗大的木盆 木盆盛好了沐浴香汤 还有身衣身斜身袜 安世高脱去了俗世之福 以无比虔诚的心情洗涤着身上的尘埃 安世高就跪在静空法师的面前说 请师父为这个弟子剃度 然后安世高就制成的发愿 经若虚法 愿与一切 断除烦恼及袭障 最高兴的还是静空法师 他说 昔日的国王陛下已成佛子 从今以后 尽可以像大宴一样 周游世界 弘扬佛法了 安世高呢 就激动的说 请问师父弟子既已得法 却不知法源在哪里 静空法师就双手合十闭目 只是迷惊 在本国传教事不可为 你需往东 研法 元气极止 第二天一早 安世高醒来后 发觉静空法师坐在残船上 远及了 容貌一身 就像还在世的样子 一惊 马上就顶礼拜送师父 因为静空法师已经年纪大了 他是为了等候安世高出家 所以安世高出家之后 就精进不屑 伯通金杖 尤其是擅长阿比潭雪与禅观 穷尽其中的奥妙 在东汉环帝建合二年公元148年 行经西域的诸国万里东行而到中国的洛阳 从事易经的工作 至东汉灵地建临三年西元170年 共20多年 所翻译的经典 易礼明熙文字允正 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 也是将残官带入中国的第一人 所以今天介绍的非常农长 就是因为静空法师跟安世高的法源盛生 到后来他出家以后 就精进不屑 伯通金杖 安世高出家以后 拜别了师父 因为师父也元吉往生以后 他就离开这个墓路大法寺 他就东行 从西域万里东行到中国的洛阳 他有一次到一个叫做 宴善国国王信奉的佛教 就是国内有僧人四五千人 均为小圣学 国内多佛士多僧侣 所以安世高就在宴善国居住 时间就比较长 在各式之间游历 也学习经典 也登坛宣法 听着蜂拥而至 同时安世高为百姓 致病解难 指点明经 被传为佛菩萨 回头是岸的必空 就是说有一位跟着他一个在家人 一个姻缘认识他 然后这个必空就寸步不离跟着安世高 就是他收了一个在家弟子 日日跟随师父读诵经典 体悟不少 一路上也会遇到有一些随行众 弟子 后来都跟着安世高出家 例如还有一个叫慧静 立志高远 刻苦修行 严经悟道 功夫不在毕功之下 现在有讲了两位 就是随行众 一个是毕空 一个是义静 跟着安世高一起修行 安世高离开宴善国时 毕空就问道 师父你说过 法言不弃往东而去 现在你在宴善国传法 法源相弃何故又要离去 毕经安世高说完 毕经又抢先说道 宴善国的佛法龙圣 传法者遍布全国各地 并不缺传法者 师父在此传法 锦上添花而已 传法者须是雪中送汤方好 方可称为法源相弃 安世高三人与中途 就是说有遇到几个商人 他们就继续向东行 一连的树月走在大沙漠中 好像有骆驼 有在坐舟就少了角力之苦 就是有骆驼协助载运 一些他们的行礼 安世高要前往中途 就是要先到玉门关 中途这一块神奇的土地 以前在他的师父 静空法师踏上多次的土地 现在他也要前往中途 梦寐以求的中途是个什么样子呢 会让自己失望吗 还是不管怎样 就是要踏上这方土地 终于安世高来到了玉门关前 然后心情激荡 难以平息 中途一脚就可以跨到了 然后他跨过了玉门关 做了一次深呼吸 就感受到中途的新鲜空气 一并的吸入了 唯有中途藏在安世高的心底 默念蕴浪 几成了成年老久 激发着阵阵的唇香 就是只要一闭眼 温馨就从他的眉间 到温情涌上心头 感觉很强烈 安世高觉得他的法源气地 一定在中途 中途就是指中国 一路东来他的心时刻被 这方土地所招引所呼唤 向游子归家 迫切盼望 就快速地往前走 又是秋天 有这个一行的大雁飞来 任志行迎接他 他情不自禁地说 大雁啊 我终于飞到了中途 这个避祸出走 就是因为巴可路斯 因为对他会破坏 他那时候离开了大辽 就出家了 然后他自己就写了一首诗 宝尽无尘染 金雕以剪裁 也逢天一合 终不若尘埃 安世高因为深感 投身帝王之家 是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宫廷里永远是 名为权势 揪来残去 无休无止 安世高向往的大自然 热爱三水 所以他就万里东行 已经到了中途 法言不弃 往东而去 传发者 虚是雪中送炭方好 方可称为法源香气 一路东来 安世高觉得 他的法源气地 一定在中途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洛阳 洛阳是位于 这个黄河中流以来的 伊洛盆地 群山繁绕 气候温和 土地肥沃 物产丰饶 洛阳城呢 他西游寺院 就是称金色 其中主要是居住西域的僧侣 这座金色 以前是金色 后来后人所说的白马寺 就是 中国关键的第一座佛教寺院 白马寺的由来是在公元64年的有一天夜里 汉明帝梦见一个高大的神人 就天神 生披日月光明 在宫殿的上空 环绕飞行 东汉明帝很惊奇 第二天询问群神梦见的是什么 汉明帝就派遣了 蔡岸 秦景等 跋山涉水 历尽千辛万苦 到达了大岳寺 他们看到佛教在西域的传播流行 就 住下来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字 超入了一部42章经 汇集了大批的佛教经级和佛像 邀请当地佛教的天族僧人 摩藤和祖法兰用两匹的白马陀上佛经一起枕装回国 在公元67年 蔡岸秦景就回到了洛阳受到汉明帝的隆重接待 那明帝呢就让两位这个印度僧人就是 瑟摩藤和祖法兰 就将42章经珍藏在南台的时事 在公元68年白马寺落成后 汉明帝就让瑟摩藤祖法兰主持寺院并翻译经典 从此以后 凡须一来的僧侣就住在白马寺进行佛事活动 所以安世高师徒呢就被安排进入了白马寺里 安世高一到中途 神迹传遍了宫廷内外 因为安世高他有神通 所以呢当时的宫廷内已有不少的方式 包括奉佛的沙门居士 故当这个环帝 东汉环帝一听说啊 洛阳城来了安世高这么一个人 就是有心要收服啊 把他看成了方式一类的人物 安世高师徒呢就受到了 东汉环帝的盛情款待 东汉环帝天天和安世高就谈佛论道 实际上东汉环帝对佛教的理解 其实是很贫乏 他总把佛教归类在皇老方数范围 所以安世高不顾环帝的竭力挽留 后来还是又回到了白马寺 安世高呢 会想起有这个 圣摩藤和祖法男两位西域僧人的危机 他们不惜劳苦 前来中途弘法而感动 中途实在是肥沃的土地 这方土地适合佛教种子的栽培 那这两位印度僧人的攻击不见 就是说 实在是因为这两位僧人 来成就了中途的佛教的发扬 那因为中途固有的宗教势力强大 所以这两位僧人的攻击就不见突出 可是也为了纪念他们两位僧人 白马寺现在还有 圣摩藤和祖法男的墓园 也现在还是在白马寺 礼佛诵经禅作 安世高喜欢带着弟子 到洛阳的城内城外走走 因为洛阳城呢 有最高学府太学 学生多达三万余人 所以东汉洛阳的学术文化 是非常的空前繁盛 初到洛阳就凡西域来的僧侣均住在白马寺进行佛寺活动 安世高师徒三人被请进白马寺 安世高后来呢 就是有救活了 这个孙和与活抓凶犯的事迹 被人们天游家处传得神奇百出 人们就当安世高是神而不是人 因为安世高住席 只要有安世高住席的地方 就是香火不绝 烧香拜佛的队伍就越聚越庞大 那安世高要登坛奖金的时候 人们就以为他像五斗米教徒给人们治病 练什么咒啊福 对身体有好处 会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 上自贵族阶层之人物 下自田野山夫 人们以可叛的眼神 注视着坐在高坛上的安世高大师 希望这位佛菩萨降福者与他们 然后讲坛下就人头专动 魔尖插阶种 安世高大师就有刹那间的仿佛 清醒处他末然发现 有五斗米教的祭酒和一批教徒 就是混杂在人群当中 冷难傲涩 显然是来找杂的 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 夹杂在其中 安世高有一次在开讲时 场内就突然跳出一个游方术士 长得怪异非常 身材高大 在那里就拉开喉咙说 台上那个和尚 不要再说那些空空洞洞的大道理了 下来和我较量一番 然后游方术士就喊 怎么不下来 你不是有神通吗 下来让咱们开眼界 把你的本领统统拿出来吧 台下就开始有许多人附和 对对 让咱们看看你的通天本领吧 人们见安世高大师 依然讲经不止就高叫 你在说什么 咱们听不懂 坐在高台 高台上的祭酒就站起来喊 就有人在喊了 说吵什么 吵什么 听安世高大师 讲经说法 然后人群就平静下来 可是台上的安世高就不讲经了 闭眼合掌 端坐在台上 然后就又有人在喊 快讲经啊 怎么不讲了 有多少经都讲出来 看你能讲到何时 就有人在那边闹场 其中有一个言佛调 也是安世高的弟子 就在安世高耳边说 师父今天不如先收藏 因为有人要来闹场 有的很多人不清楚就附和 因为他们现场有很多的游方术士 有人就喊 随便怎么活动都可以 就是要这个安世高说 咱们活动活动 然后安世高就如如不动 所以这个过程 安世高就领教了 什么人都有 因为在洛阳有五斗米教的人 就要跟那个安世高挑战 那这个过程只是点道就好 因为安世高发现 他一定要苦学法语 如果他华语讲得不好 他没有办法为大众说法的 所以他就开始精进地去学华语 所以他就开始精进地去学华语 到后来他可以登坛奖金 苦学法语 除了与言佛道学习法语之外 因为言佛道是他的弟子 就日夜教安世高华语 因为安世高是来自安息国 所以他对华语所知有限 就开始精进学习 常去太学附近走动 碰上大学生博士等 就下此 不此下问 遇有春翁山腹 牧羊女等也会坐下来聊天 即使连一些离言俗语 他也不放过 洛阳东城就有个民间艺人 会说洛阳各地的方圆 并懂得洛阳各地的民情风俗 安世高就亲自接他 到洛水市住 随时随地的向他请教 安世高的华语就进步神述 方言能听懂 而且能讲 讲得十分道地 因为他决心 一定红法立身 华语一定要讲得很好 所以就不会有人在闹场 也不会有人跟他挑战 所以这个也是要度众生 也要自己改变方式 所以安世高 当有人要跟他挑战的时候 他也表达 修行之人必先 习诸妄想杂念 你亲我尽方能证国 安世高组织门徒 在洛水市一经传教 大为修行者所推崇 所以安世高华语不成问题了 弟子有言佛调 韩林 毕业 军事 宝学之士 在宫廷或社会上 都有一些佛教的信徒 安世高开示 人生悲苦 盖因欲望所致 人何来欲望 均由无名引起 无名者或也 人一或便认一切主宰是我 即我执 我执执念一生便去造作 就是行了 有造作必有执此事 也就是事 故而产生了名色 六处 处 寿等 进而引起爱取的欲望 出现了有 也就是存在 如此一来 难免产生 生与老死的 忧悲苦恼 这就叫做十二因缘 我们常说的苦即灭到四地 就是造十二因缘而成的 弟子问 法师 人生之苦再无名 那么如何去除无名呢 安世高微笑道 去除无名 先须破除我职 树立人无我之思想 要知道 人并不是什么独立自主的实体 然后弟子又问 您以前是国王 为什么出家呢 你不觉得可惜吗 安世高喝了一口茶 继续易经传教 然后讲坛下 一片寂静 有鸟就想起在落水市上空 飞翔盘旋欢叫 久久不肯离去 安世高就朝他们会心一笑 举手向他们挥了挥 鸟儿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 安世高目送鸟儿离去 收回视线 高兴地对台下的听经者说 刚才鸟儿告诉我 今天有人要皈依我佛 不知是哪一位大德 你看他通鸟语 所以鸟语经跟他表达 有人要皈依 听经者就听此一说 就转头转来转去 看看是谁要出家了 忽然就从一个角落 就站出一个人 原来这个人是谁 因为之前有人不是会闹场 他是一个游方宿士 怎么会是这个人 他们原来说 这个人本来不是对佛门有排斥吗 后来安世高就站起来 善哉善哉 人有善愿 天必从之 你这样怀懼仁慈 心肠的人我佛翻喜 所以安世高没有分别 他就接受了之前闹场的一个游方宿士 也因为安世高的弘法力生 也引起了很多人在热衷的说 安世高 因为他放下了国王的身份 出家 安世高也告诉大众 生命无常 苦空无我 人们渐渐感受到佛教的独特之处 也让大众听闻佛法 欢喜信受 所以后来安世高就以这个术法 就传教义经 有真一 吉义门 五华经 七华经 十二因元经 十四义经 阿比坛五卫经 阿比坛九十八结经 就是安世高的学说思想 近代的道安法是有编重经目录 加以注录 就是安世高的学说思想 列举所建过的安世高的译本 有三十五部 四十亿卷 安世高的译集 完全是属于布派佛教上座系统 使佛学在中途成为一大独立的文化现象 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那安世高也讲到 纵然逃得过命 难逃因果 因为安世高在后来晚年 他在路上说 就因为有一个人三多 有人一个强盗 然后他就被误杀了 那他也就说 这也是他的因果 过去式的因果 也是都要偿还 这个就是安世高 他一生对后世的影响 从异界的教理 在魏晋 捍卫了两晋 都发生极大的影响 弟子传 沙咪石会章句 发挥安世高的学说 安世高的异己 不但流传时间长 影响亦深广 因为他被杀的过程 是因为有术士因果 所以我想也就 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事迹 也是代表人 是要深信因果 因为这种因果 是历历不爽 因为安世高的 禅定生生 也因为他有神通 所以他也会视线神通 帮助很多人 譬如说 有人就是可能要病危的时候 他可以让他们起死回生 或是让他们 也因为重病而 病能够病育 这个都是安世高 他会观察 洞察 就是众生的一个 术士业园 所以我们最后呢 再让大家也更知道 这个安世高 他因为也度了一些弟子 也后来的弟子 就发扬 安世高 他的义籍 譬如说 这个近生 道安 就有十二门金 小十二门金 安班手艺金 因此入金 人本预生金 等金座 序 序 东晋明寺 谢夫也曾为 安班手艺金序序 可见安世高的义籍 流传时间场影响深管 我们南揣摩 安世高大师的风貌 一二 所幸点滴着水见阳光 一管能亏全貌也 这是要深入去研究 对安世高的认识 那我们也知道 历代的高升风范 智慧悲心视线 大胜精神 以大愿以大恨 为佛教为众生 菩萨道的实践 及诸佛菩萨之本怀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 则为随顺供养诸佛 若于众生尊重臣事 则为尊重臣事如来 若为众生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所以我们参著了历代高升 祖师的慧见与体悟 高升的生平传承 主要思想 以及对后世的贡献 深觉佛法式 启发众生思维 诸法实相 生起大慈悲心的自然 为众生 便是为佛教 一定要为众生 归尽三宝 听闻正法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断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试愿成 认试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带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玉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喜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上字下诚法师主法 日期5月15日星期一 到5月16日星期二 恭送大佛顶首愣言经 5月16日星期二 圆满日 下午3点 释放余节宴口 法会地点 起源苏时百会素食餐厅 彰化县 圆林市大同路一段 455号三楼 洽询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同佛佛恩 聚花月 阿弥陀佛书胜功德日 善恶行成一百万兆倍 慈悲之夜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梁黄宝颤圆满日 祭蒙山诗时 恭请赞山法师 赞将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 6月4日星期日 时间 上午9点 地点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厄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御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épublique Colin 出生的 之后 要不得得得到 要不得得到 跛下 她只是在新的中间 但这个女孩子很大 而且她只能让她在这儿 她只能让她过去 所以也不在一起, 只要在一起家裡會成功, 像在一起, 在一起, 後面的探索。 在一起, 在一起, 家裡也不少。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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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家, 家裡的家,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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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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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